市场研究公司Urbanation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1年大多伦多地区的新公寓销售总量为30844套 比2020年增长了69% 这一数据仅略地于2017年创下的31216套的历史销售记录 报告还显示 去年第四季度公寓销量同比增长77% 共售出8361套创下季度销量新记录 2021年上市的新共管公寓数量为26835套 是历史上第三高 但需求仍然超过了这一水平 Urbanation表示 未售出的公寓库存降至一年多来的最低水平 Urbanation总裁肖恩·谢尔德·布兰德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尽管2021年新公寓项目的推出量大幅增加 但需求量仍然超过了供应量 导致市场库存异常低 预计2022年价格仍将飙升 随着转售公寓的供应量减少 预计市场将在短期内继续保持竞争激烈的状态 一些经济学家和其他市场观察人士认为 改善多伦多等热门市场住房负担能力的关键 是增加住房供应 然而不断上升的接待成本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里减缓需求 谢尔德·布兰德认为 到今年下半年随着利润的上升 创纪录的公寓落成量 以及针对投资者的政策变化 可能会导致预售活动变得温和 数据也显示 随着市场形势持续收紧 去年第四季度在多伦多住边郊区房价上涨的带动下 一些新公寓每平方英尺均价同比上涨18% 达到1322加元 在这种市头下 奥什瓦 汉密尔顿 贵湖 彼得伯勒 温莎 伯林顿 宾顿 史尼亚加拉 甚至更远的安省小城镇 一直在吸引多伦多市的居民前往定居 多伦多出现了几十年来最大的人口下降 截至去年12月 一些城镇的房屋均价同比暴涨了40% 奥什瓦独立屋现在的平均价格高达103.5万元 比2020年底上涨了43% 奥什瓦市所有类型住房的均价上涨了40.7% 至91.3万元 克拉林顿房屋均价102万元 同比飙升了38.8% 独立屋高达约110.8万元 涨幅达40.8% 市场研究公司Ubernation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 大多伦多地区的新公寓销售总量为30844套 比2020年增长了69% 这个数据紧略低于2017年创下的31216套的历史销售记录 报告还显示 去年的第四季度公寓销售同比增长77% 共售出8361套 创下了季度的销售新记录 2021年上市的新共管公寓数量为26835套 是历史上的第三高 但需求仍然超过了这个水平 Ubernation表示 未售出的公寓库存降至一年多来的最低水平 Ubernation总裁萧恩希尔德·布兰德 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尽管2021年新的公寓项目推出量大幅增加 但需求量仍然超过了供应量 导致市场的存货異常之低 预计2022年价格仍然将会飙升 随着转售公寓的供应量减少 预计市场在短期内将会继续保持竞争激烈的状态 一些经济学家和其他市场观察人士认为 改善多伦多等二门市场住房负担能力的关键 是增加住房供应 然而不断上升的借贷成本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减缓需求 希尔德·布兰德认为 到了今年的下半年 随着利率的上升 创纪录的公寓落成量 以及针对投资者的政策变化 可能会导致预售活动变得温和 数据也显示 随着市场形势持续收紧 去年第四季度 在多伦多周边郊区的房价上涨的带动下 一套新的公寓平均英尺均价同比上涨了18% 达到了1322加元 在这种势头下 奥沙华 赫密尔顿 桂湖 彼得堡 温沙 巴伦市 宾顿市 尼亚加拉 甚至更远的安省小城镇 一直在吸引多伦多市居民前往定居 多伦多出现了几十年来最大的人口下降 甚至在去年的10月月 一些城镇的房屋均价同比暴涨了40% 奥沙华独立屋现在的平均价价高达103.5万 比2020年底上涨了43% 奥沙华市所有类型的住房的均价上涨了40.7% 至91.3万元 赫拉宁顿房屋均价为102万 同比飙升了38.8% 独立屋达到了110.8万元 涨幅达40.8%